中国大陆针对了四大钢品出口 取消退税优惠 再加上国际铁矿砂价格也逐渐走稳 让中钢的外销市场提前看到了春夜 预期三月份盘价有机会开出中高盘 也强调下游备货意愿转强 一月份二月份的内外销接单 现在是维持在高档水位 国际钢价持续在低点整理 冲击亚洲钢市表现 中钢一二月盘价再度下跌1.71% 平均调降352元连续两次下修 但是在农历年前内销下游客户积极回补库存 各项钢品出货量明显回温 来到78万公顿优于人先预期 我们跟客户商量外销的量 客户先提了 由于大陆财务部一月开始取消热闸 磅线小钢胚以及钢筋四大产品 高达9%到13%的退税优惠 大约占出口总数将近50% 在出口成本垫高下 预估第一季钢铁出口量将递减3到4成 有助于市场竞争环境恢复健康 加上钢铁原料铁矿砂出现止跌回稳迹象 对中钢外销表现将是一大利多 中钢指出以一二月内外销接单达到95%的情况下 预期三月盘价有机会回升 搭配旗下中龙各项出货量 109万公顿目标渴望顺利达成 对第二季钢架上工增添力道 林志远 陈介伟 台北报导